一个接一个叫号 台北国税局不少人前来办理 遗产税赠与税申报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 越来越多人提早关注 该如何进行财产传承 才能避免被课高额税金 现在不少父母结税观念家 在每人每年享有244万元的 免税额度内赠与财产给子女 并享有赠与税免税证明书 但如果后续有资金回流情形 恐怕会做白工 因此金流矩阵才是关键 单纯是看赠与赠与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要去看他的金流 确实是小朋友的自由资金 但是如果父母亲 他其实后面他可能有自己的需要 或是有其他的规划 再从小朋友的户头 把当时他赠与给他的钱再提出来 可能就有涉及到说 其实资金有回流的情形 那这个赠与的部分 可能他的效果就没有达到 越来越多民众 会选择透过赠与的方式 来无痛移转财产 根据财政部统计资料来看 2006至2023年 移产税由235.16亿元 增加至368.47亿元 增幅达五成六 但赠与税则是由51.77亿元 增加至250亿元 涨幅近四倍 显示纳税人 积极运用赠与税的免税额 来保障家庭财富延续 善用每年度的两百四四万的免税额度 税法规定里面要有一个不记录的规定 子女她的婚嫁的时候当年度 那父母亲都可以给小孩子 这个一百万的这个一百以内的 这个婚嫁赠与的财物 那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父母亲家里没有农地的话 子女的部分呢 他也是属于是可以不记录的 那这边都是可以利用 但在节省遗产及赠与税 需要考虑自身财产多寡 和财产移转时 其他的税负负担 就有一位民众把过世父亲 留下价值上亿元的透天店面 一半产权分配给妈妈 另一半继承 省下三百多万遗产税 但近日想把透天店面卖掉 却发现要缴一千一百万土地增值税 吓到不敢出手 根据遗产及赠与税法规定 夫妻其中一方往生 另一方可依民法第1030条之一 对死亡一方留下的遗产 依双方财产差额 先行请求平均分配 分配完剩下的遗产 再申报遗产税 虽然这是节税的好方法 但不适合用在不动产 专家也提醒 尤其很多人考虑生前 将房产过户给子女 不过这等同于赠与行为 并非完全免税 而且未来子女出售房产时 恐怕就得面临到高额的房地合一税 可能10天内你就要出售 那这样9月份可能会 你结到赠与税 但是未来是会去克到我们的房地合一税 而且让这个所得税的房地合一税会加重 用功耗限制的话它是市价的一半 所以1000万的房价 当时的买价 你功耗限制可能只有500万 那你多这500万的这个利润 你要克10%到45% 也就是说你要多克50万 到200多万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很大 所以如果是房地产赠与之后 要转售的话 这个部分就不可不可不注意这个事情 如何结税已成为当代重要课题 尤其不动产过户细节多 做决策前得多向专业人士请教 才能成功结税减轻负担 TVBS新闻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报导